哇 你好啊 欢迎来到北美观察 今天要向您介绍的是一项重大的考古新发现 它发生在加拿大 2022年6月25日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 News报道 一只完整的猛马像幼崽 被冷冻了数万年之后 于四千前在加拿大育公地区的一座矿场当中 被意外发现 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只猛马像幼崽 前一只是2007年5月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发现的 6月21日 是加拿大全国土著人民节 这天中午 一名年轻的矿工 在育公道森市南部的矿区 用前端装走机挖掘淤泥 突然 它感觉到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 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它并没有像往常那样 开速马力继续挖掘 而是跳下了机械操纵台 跑到前面的无泥地里去仔细查看 这一看不要紧 它大惊失色 那是一种非常奇特的 它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 也许是天意的安排吧 它立即掏出手机 给老板打了个电话 很快 他不是矿越公司的布莱恩 就来到了现场 它当机立断 叫停了所有的挖掘淤泥的工作 它对着这个突然出现的怪物 拍了很多的照片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他决定把这种照片 发给玉空地区政府的 古生物学家 格兰特·扎佐拉博士 这位古生物学家 于1999年 就开始研究 加拿大玉空地区的兵器了 挖掘现场 越来越多的人围拢上来 大家议论纷纷 经过一番争论 这是被新发现的所谓的怪物 就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 叫做嫩朝家 这个发音在当地 印第安人图语当中的意思就是 大的右兽 不到半个小时 古生物学家扎佐拉 就收到了这一组照片 他惊叹道 哇 这名矿工 很可能是撞到了 北美古生物学当中 最最重要的发现 他一方面联系 道森市政府 希望能够得到必要的帮助 类的方面 他马上联系 卡尔加里大学的一名专家 火速前往挖掘现场 他们终于开车来到了挖掘淤泥的现场 看到了那只被人们称为怪物的东西 嫩朝家 啊 你看你看 他很完美 很漂亮啊 拉佐拉博士 你可以看到 他保存非常完好的躯干耳朵和尾巴 你看 他有一条完整的橡皮 一条尾巴 还有一对小小的耳朵 你还可以看到 他有一个可以抓住草的 橡皮末端的吸管 加佐拉博士说 在我一生的研究生涯当中 我一直梦想着 有周一日 我能够面对面的 与真实的蒙马像 见上一面 哎呀 真没想到 这个梦想 真的就实现了 这位古生物学家和其他的专业人员 对这个挖掘地点 进行了完整的地质描述和采样工作 邓朝家从矿区被找到之后 他就被带到了附近举行仪式的地方 在加拿大印尼安人被称为第一民族 在当地第一民族长老的大令下 特殊的仪式开始了 出席这个仪式的有考古学家 当地的第一民族成员 矿工和政府的代表 大约156个人围成一圈 当梦朝家从被包裹的防水油布当中露出来的时候 人们都并住呼吸 专注地望着它 并为它进行祈祷 古生物学家赞索拉博士回忆说 令人非常惊奇的是 当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了发现现场的时候 我们开始工作 不到一个小时之内 天空就像是开了一个大洞一样 天突然变黑了 闪电来袭 雨水开始倾盆而下 发生在挖掘现场的这几个奇特的自然景观 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据此 他分析道 这只猛马像的幼崽 或许也是在暴风雨中去世的 赞索拉博士认为 嫩朝家去世的时候 大概只有30到35天左右 根据这个遗址的地址情况来判断 他很可能死于 三万五千年至四万年之前 他死于上一个冰河期 是在永久冻土层中被发现的 我们找到了这只动物的一段肠子 在上面发现有草 这就告诉我们 他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做了些什么 他说 这头猛马像幼崽 可能离他的母亲有几步远 但冒险离开了一点 去吃草喝水 但不幸被困在了淤泥当中 从被困在泥中到被埋葬 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迅速 我们知道 猛马像也叫长毛像 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像之一 它身上披着黑色的细密长毛 皮很厚 具有可达九厘米的极厚的脂肪层 是一种适应于严寒气候的动物 它是在陆地上生存过的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 其中草原某某像的体重可以达到12吨 它是冰河世纪的一个庞然大物 加索拉博士至今仍然对这几发现感到不知所措 他说 我们还需要数天数周 甚至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决定 我们要如何去做 并且如何去做得更好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古生物学家迈克尔·卡特威尔说 他被时间留住的这些心酸的故事迷住了 他说 这是一个保存至今的奇迹 是一座科学的金矿 对于所有古生物学家来说 这是惊人的 对于整个人类的科学研究来说 这个发现同样也是惊人的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